你喜欢哪个眼睛 我求求 你选择一拨 我选择 我选择 话音刚落 光头就把财指刀 刺入男人眼睛 杀猪般的嚎叫响彻小象 这就是奥斯汀的常态 他虽然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富 但无人在意的昏暗角落里 最如瘟疫般滋生 我们的男主角亚当 因过时杀人罪入狱 复兴13年 假释3年 在获得假释重归自由后 他租了间小破房间 准备找份工作重新开始 在此期间 亚当还托朋友 带自己去见素未谋面的儿子吉米 两父子上次见面时 吉米还只是个小婴儿 如今亚当只敢站在远处 看一眼儿子 谁知 吉米跟同龄人打球时发生争执 亚当一时没忍住 就冲过去帮忙 结果不小心挨了一拳 他还在假释期间不能动手 所以咽下这口气打算离开 一旁的吉米看不下去 质问亚当 为什么不还手 此刻的男孩并不知道 这个看起来有些窝囊的中年男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亚当没有跟儿子坦白身份 他想等自己稳定下来后 再去找前妻道歉 光明正大的跟儿子相认 但受害者家属正在经历折磨 阿光得知杀害弟弟的凶手 今天就要假释出狱 所以一整天都心情不好 还因此跟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只有好友迈克肯听他吐槽 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迈克自己也不好过 他虽然梦想着 昨天一支摇滚乐队 却不得不跟着叔叔来夫 做非法生意 一直在他手底下受气 还要整日接触黑社会跟隐君子 亲眼见证这个社区最阴暗的部分 好在叔叔来夫刀子嘴豆腐心 也会在背地里帮迈克出气 教训那些欺负侄子的小混混 这天 来夫终于肯把重要交易 交给迈克单独处理 他交给对方两把手枪 让迈克再鼓个人打下手 这两把枪是格洛克 只有5磅的扳机压力 迈克收好枪 带着阿光 一起前往跟买家约定的地点 面对一屋子凶神恶煞的壮汉 迈克只能尽力装出不怕的样子 他验完货回车上取钱 并嘱咐阿光 仔细留意里面的动静 好在买家没有故意为难 拿到钱就把货扔给了迈克 两个菜鸟赶紧开车离开 迈克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野心意志很大 他正在筹谋 如何撬走叔叔的客户 打赚一笔后离开这个地方 迈克想到外面的世界 追求音乐梦想 两人很快回到叔叔的地盘 迈克老是把货交给他 然后索要自己的报酬 谁知叔叔出尔反尔 竟然扣掉一半酬劳 迈克话还没说完 一伙买家进来交易 阿光不想掺货这些事 所以告别迈克离开 但他走得太急 忘了把手枪还给迈克 叔叔知道后一阵无语 让迈克赶紧把枪要回来 另一边 亚当还在找机会接近几米 他发现儿子跟自己一样 也有与生俱来的画画天赋 大概是父子之间有注定的缘分 吉米总觉得 这个陌生大叔很亲切 只是前妻很快发现 两人私下见过面 虽然亚当没有坦白身份 但他不想让儿子知道 自己有个前科范父亲 所以前妻联系相关机构 想禁止亚当靠近他们 不过亚当并没有违反规矩 可以在这个街区内自由活动 前妻为了阻止儿子 继续跟亚当接近 只好跟吉米坦白 那人是你父亲 就是他抛弃了我们 后者听完都失去表情管理了 吉米怨恨父亲 对家庭不闻不问 所以答应妈妈 会远离亚当 傍晚 麦克和同伙 来到亚当打工的酒吧做生意 他认出 这人就是杀害阿光弟弟的凶手 同伙文言表示 我们可以趁机敲亚当一笔 毕竟从牢里出来的人 最害怕惹上麻烦 于是等酒吧打烊 亚当下班时 麦克和同伙将他截住 并故意挑衅 喊亚当杀人犯 结果麦克迎面吃了一拳 但亚当打完这一拳就冷静下来 接下来 他打不还手 任由二人出击 事后麦克联系阿光 说今天在酒吧遇到亚当 还出手教训了他一顿 麦克也没忘了提醒阿光 赶紧把来福的枪还回来 要不然他就要发飙了 阿光挂端电话 拿出那把枪 复出之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谁知第二天一早 还没等阿光行动 他妈妈就在街上看见了亚当 老夫人至今无法忘怀小儿子的死 一时间只觉得头晕目眩 等阿光收到消息时 妈妈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他年事已高 患有心事衰竭 因为见到亚当急火攻心晕倒 现在还没有恢复清醒 阿光愁得一脑袋关死 想去麦克家里借酒消愁 谁知 撞破女友和兄弟的丑事 阿光冲过去 打了麦克一拳 气冲冲的离开现场 其实麦克早就跟阿光女友好上了 两人还准备一起离开奥斯汀 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 今晚阿光突然出现 更让麦克下定了决心 他趁着夜色返回叔叔的基地 然后偷走手枪和车钥匙 麦克开着叔叔的车 擅自去找对方的供应商 他想拿一批纯度更高的货 越过叔叔进行交易 可供应商要求麦克先拿定金 他身上一毛钱也没有 只能去见叔叔的人脉 跟当地的黑社会贷款 并把叔叔的车子当抵押品 麦克这个算盘 打得相当划算 只要他用贷款买到货 在高价出手还上贷款 剩下的钱也是比不小的数目 与此同时 亚当继续以陌生人身份接近儿子 但知道真相的吉米拒绝跟他谈话 亚当无奈之下 只好去找前妻 前妻的情绪非常激动 在亚当不计后果杀人犯罪后 是他独自一人把吉米养大 期间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泪 根本不是一天两天能说清的 母子俩好不容易适应现在的生活 一切都不入了正轨 亚当却突然冒出来 说什么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家人 这样的做法无比自私 可以说亚当从头到尾只考虑自己 从来没有真正为妻儿考虑过 但亚当对此毫无知觉 因为前妻心意已决 他只能留下联系方式后离开 但亚当没有放弃 他甚至花钱请儿子跟自己谈谈 这一次亚当开诚不公 讲述了自己荒唐堕落的青春期 以及失手打死阿光弟弟的过程 他每天都会不当初 希望弥补这十几年来的缺席 父子俩的关系总算破冰 吉米抛去妈妈打工的地方对质 问他为什么撒谎 父亲抛弃我们明明是逼不得已 杨尼真不如养块叉烧 好在妈妈没有跟吉米计较 只是要求等他下次见父亲之前 先让自己跟亚当谈一谈 前期明白不管怎么插手 都无法阻止父子俩见面 所以他打电话告诉亚当 你可以继续见我儿子 但必须遵守我的规则 尽管他语气冷淡 可亚当却难掩心喜 谁低时穿 他总有一天 能获得家人的原谅 另一边 接连遭受重创的阿光 独自守在女友的公寓楼下 而麦克正陪着女孩回家 阿光趁起不备 猛地扑上去 把麦克拖紧街边的楼梯道 他直接举起手中的枪 麦克赶紧举手求饶 不断道歉 阿光朝他脑袋砸了一枪托 麦克还有正式要扮 只能不顾脑袋的疼痛 去找供应商的人 他把带来的一半钱交给对方 焦急地在街边等货 谁知刚才的帽子难以去不回 麦克在外面急得团团转 他情急之间 只好去找供应商 想让对方给个说法 但供应商表示 我只负责传递信息 补缠或具体的交易细节 所有的风险都得由麦克承担 供货商的人把他请了出去 眼下麦克必须给放贷的一个交代 他交出剩下的半数款目 希望放贷的光头能宽限几天 光头笑够了 就让手下把麦克拖进小巷 上一次他在这里 弯掉了欠债者的眼睛 当时的麦克还只是个旁观者 这次却成了主人公 下一秒 冰冷的刀片抵在眼皮上 光头念在莱夫的面子上 答应再给麦克一晚的时间 如果明早拿不到全款 他就弯掉麦克双眼 走投无路的麦克 闯进路边便利店 然后掏出手枪威胁店员 拿走了收银台的钞票 但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另一边 阿光走进亚当工作的酒吧 坐在光线昏暗的角落 亚当此刻正在跟朋友分享好消息 梦想着前妻能原谅自己 找回曾经错过的美好家庭 阿光全身贯注地偷听两人谈话 亚当的幸福像把利刃 狠狠刺进他心里 这个杀人犯凭什么被原谅 他应该跟着弟弟一起去死 等酒吧的客人散尽以后 阿光突然拿着枪指向亚当 后者还以为这是抢劫的 急忙表示 收银台的钱你随便拿 阿光文言火冒三丈 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 亚当这才察觉 这是受害人的兄弟 他想辩解自己当时不懂事 可阿光哪能接受杀人犯的解释 他正要动手的瞬间 麦克竟然跌跌撞撞地闯进来抢钱 阿光立刻掉转枪口对准他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酒吧的灯泡突然故障 两声枪响同时响起 刹那的火光照亮室内 等照明恢复正常时 亚当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 结果看到大腿中弹的阿光 已经脑袋破了个洞的麦克 他本想守住双眼 却弄丢了自己的命 现在亚当和阿光面面相取 同时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枪对准彼此 亚当不想栽在这里 于是跟阿光提出交易 我会告诉警方 麦克入室抢劫 是你开枪救了我的命 如此一来 你就是健毅勇为的英雄 亚当说完就收起手枪 阿光的内心天人交战 最后还是谢力放下了手枪 镜头一转 来到第二天早上 阿光从自家卧室醒来 他抱扎好伤口 去附近便利店买东西 电视上正在播报一则新闻 昨晚 街边酒吧发生抢劫案 38岁的条酒师亚当 不幸死亡 主持人还特地提到 亚当曾因过世杀人 入狱13年 最近才刚刚完成假释 阿光看了眼头顶的电视屏幕 匆匆离开便利店 而亚当的好友 将一本画册交给吉米 里面画着他婴儿的样子 这个命途多船的三口之家 还是没有得到重来的机会 另一边 莱夫知道自己侄子的遭遇后 直接闯进高利贷的地盘 杀掉光头 他自己也因此被警察逮捕 故事在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中收尾 导演通过几个小人物的故事 揭露了底层生活的动荡不安 希望在转瞬之间就会破灭 在人生的岔路口上 一个错误的选择 就能让人陷入万劫不复 影片中 奥斯汀的街景非常漂亮 落魄的主人公在里面穿梭忙碌 就画面而言 还是很有质感的 可惜故事略显不足 算是部无功无过 审美不错的小成本片 感谢观看